肯定大街空蕩蕩 走進餐廳滿滿都是空位 就連知名白沙灣 也只剩寥寥無幾的觀光客 觀光人次從四年前 全剩的837萬 截至今年7月 只剩下211萬人 觀光人數腰斬 業者哀鴻遍野 不過現在露出一絲曙光 所有的人 我們會全力拚經濟 為我們人民找尋更好的生活 韓國人當選打出拚經濟口號 還沒上任就讓高雄觀光出現起色 肯定業者秀出生機 期盼韓市長能打出觀光 難進難出策略 近期低迷飯店業績雪崩 住房率從7成跌到6成 整體業績更下滑近3成 連知名的浮華也首度虧損 業者期望能與韓國瑜合作 打造南臺灣五天四夜行程 爭取陸客外籍遊客 除了高雄也能一路玩 台南墾丁和台東 帶動整體南臺灣的觀光 我們要南進南出 如果他能在整體規劃裡面 墾丁就是一個晚上 因為墾丁好山好水好人情啊 對不對 那你共同提拔共同拉拔 整個墾村的助房力啊 韓國瑜高人切還沒上任 就因為就職典禮 讓愛河周遭 旅館一方難求 現在墾丁業者也盼搭上韓流 一同拼經濟 解鮮營 謝尤雲台北報導